昨天,白百合在社交平台上晒自己与儿子的合照并配纹,看牙齿,年前只剩大扫除了。 照片中的白百合身穿驼色大衣,搭配黑色休闲裤,手臂上挂着黑色包包,头上戴着蓝色帽子,脚上还穿着黄色帆布鞋。 白百合14岁的儿子元宝,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身穿灰色羽绒服,搭配黑色休闲裤,脚上一双黑白色运动鞋。 她和白百合身高已经差不多,看上去就如同姐弟一般,值得一提的是,白百合戴着一枚亮闪闪的戒指,看上去像是钻石戒指,不知道是装饰品,还是好事将近。 当然这已经不是白百合离婚以后首次晒出跟儿子的照片了,去年下大雪的时候,这对母子就晒出了铜框的照片。 去年一时,作为一个已经沉寂了多年的白百合开始正式复出,一部门锁开启了她的回归之路,也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。 作为一个艺人而言,白百合已经出道了多年,先后参演的影视剧高达二十多部。 作为一个艺人而言,白百合广的代理一家之后, 我们为一个艺人而言,白百合。